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停班客 因此店家提手打烊 我们跟着那个政府的政策走 他只要停班停客 我们就跟着停班停客 李小熟台因为下雨天没有什么人 裁风店没有什么人 裁风席卷屏东 观光圣地 墾丁大街 店家也是寥寥可恕 游客只能趁风雨较小的时候 出门觅食 夜时也没有啦 那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啊 对 有点是 裁风威力不容小觑 屏东县来一厢为房台做出准备 警销全力动员协助预防性 撤离一百九十五位乡民 收容中心也备妥物资 供民众使用 我们记者现在所在位置 是在来义桑的收容中心 可以看到他们的床库 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每一个床库都会附上一个睡店 现在都已经准备好 也有零零星星的几名村民 是已经住进来 面包 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有孙子 所以买了小朋友要吃的糖果 台风杜苏瑞来势汹汹 屏东县宣布27号停班停课 入夜后台风影响会逐渐加剧 提醒民众美食别出门 做好房台准备以免意外发生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 哈喽 我是张慧琪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